删除档案的话,当然第一个 我们先执行那个 先产生13个档 这个好像感觉 Application.scrp.blading 关掉的话 感觉好像画面比较不会让一直乱闪烁 感觉还不错 可是接下来的话 如果要删除档案 我刚刚提过 就是主要是Kill Kill C 写线底下的那个档案 那个档案要怎么抓呢? 那档名给他 档名的话也许是假班,也许是乙班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删除档案,一定要负档名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就是把X串在中间 然后前面是他的路径 后面的话一定要加负档名 我觉得好像常遇到的同学 常漏掉那个负档名 因为可能对那个档案结构 也比较不太熟悉 记得,没有负档名 你删除的话也会失败 OK,所以理论上我们用刚刚的方法 这个程式怎么写 其实这两行是从哪里呢? 其实我是从上面这边复制过来的 有没有,For I 等于2到14 也就从清单里面去抓 然后固定的贴过来 这两行贴过来,Next 然后Kill的话就用刚刚那个语法 路径底下 另外还有一点,请特别注意 VBA后面这边也有一个反斜线 这个斜线一定不能少 因为少的话,他就不知道说 在VBA的目录底下 这个叫底下 你没有那个反斜线也会出错 OK 然后会有个假斑的.x 是LSM SX 然后你就找到这一个 他就帮我把这个假斑找到了 然后帮我Kill掉 然后换下一个,便乙斑Kill掉 那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暗F8好了 删除 先抓到那个假斑 所以把假斑这个串过来 跟这个串 所以这一串串过来的话 理论上就是一个完整的路径 请特别注意 这个路径真的要很小心 常常出错 不是少这一个 不然就是少这一个 那我们假斑.x LSX 你不然delete掉 假斑不见了 然后换乙斑 一直在一推 乙斑不见了 OK 然后就这样子 全部都删光光了 这样就写完了 所以关键地方的话就是Kill 给他一个党名 后面串上副党名 就大功告成了 可是如果说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以后你遇到的状况 可能会比目前看到来的复杂一些 为什么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档案会 会有多有少 就刚刚好不一定是按照清单 有时候可能人工他可能在里面又多复制了一些或怎么样 反正你永远不知道可能的状况 所以当然前面的方法是如果是固定的那可以 可是如果非固定的 我们如果希望怎么样呢 假设我产生的那我以后假设不确定有几个 那这个时候呢我该如何知道里面 目录里面有哪些档案 那如果说呢你要知道说这个目录里面有哪些档案的话 接下来你可能要写下面这种方法 我把它注写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你第一个要先知道呢 在VBA里面有一个函数叫DIR DIR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主要的这个用途的话 主要当然顾名思义嘛 它就是要知道目录吧 目录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个档案存在 那它会告诉你回传告诉你 里面的话呢 有哪些档案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DIR的使用可能要分两阶段 第一次使用的话 你要给它什么 给它一个完整路径 然后呢 还有它档名特别是哦 万用资源 意思说请你帮我找一下 前面这个目录里面 特别说以后这个可以拿来当范本 这个目录里面 有 没有 没有 这个 Essale的档案 用外用资源 反正只要有 那就帮我 哈 意思说它先帮我抓第一个啦 通常也许是按照比划排序吧 可能它会先抓以班吧 OK 有 然后它会回传什么 回传以班点XXX 就是档名跟负档名的完整档名哦 然后如果第二次你想说这第一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是帮我找找看有没有 有的话先帮我回传第一个档名跟负档名 那第二次使用 你会发现这边的话 Kear掉之后呢 后面的话呢 就只有DIR小刮湖里面没有放任何路径的话 那这个意思说帮我找下一个的意思 刚刚不是找第一个吗 那这个地方第二次出现的话 就是在帮我找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那 另外的话哦 我们用的回圈是叫DoFile 里面有个Loop 之前是4NAS 那我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叫DoFile 后面一定要配合个Loop 跟就一样嘛 4配合NAS DoFile就配合Loop 那差别在哪里呢 最大的差别在后面这一串叙述 这一串叙述呢 是一个逻辑 有点像放在一幅后面的东西啦 逻辑哦 什么逻辑呢 就是当那个哦 SFile 不等于空 什么叫不等于空 意思就是说哦 他如果呢 一直找 一直找 他如果有找到档案的话 他会回传告诉你那个档案的档名跟负档名 所以他里面一定不会是空的 那什么时候会是空的 就他已经找到找到了 第13个还有 第14个没有了 没有的话呢 他回传就回传一个什么东西呢 回传一个空的给你 那表示说呢 里面已经找不到了 就是已经就散光光了 OK 如果当那个什么呢 FFile 他如果当他等于哦 不等于是删掉嘛 那如果等于意思就找不到 找不到什么 他就跳离这个回圈 意思就跳到这个loop 然后就离开了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这个回圈可能大家比较少用 不过在档案处理上面哦 可能还是会比较用到 do loop的机会蛮大的哦 OK哦 那我们来试一下哦 那我按了八个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哦 有没有 这个叙述哦 有没有 是帮我找 他会先帮你把这个目录里面 所有的以色尔党 找看看 然后他会帮你调出第一个 有没有 他把钉班先找出来了 他顺序应该是按照 笔画排序吧 笔画钉班好像钉两个字样 哎 应该是以吧 以以那以画 这不知道按照什么排序哦 他会先把那个钉班这个 党 名跟负党名调出来 那他是不是等于等于空的啊 当然不是嘛 OK哦 所以呢 他这个地方的话不等于处 那表示处 处的话就会进到里面了 因为他里面有档案 所以呢 他就不等于空的 那我们就把那个党名有没有 跟负党名放在这里 然后把他删掉 然后下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哦 钉班不见了 那下一个的话 你会发现哦 现在S file还是钉班 对不对哦 按F8 他就下一个了 诶 丙班 意思就是什么 帮我抓丙班 丙班就OK 那就把丙班删掉吧 OK 那丙班删了哦 然后以班 有没有 再来就亥班 然后意思是类推 你会一直删一直删 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 升班 再来就是 这里面应该是新班 新班又又找到了 因为有嘛 有的话 然后再来就是乘班 乘班删掉了哦 对不对哦 然后再来最后的没有了对不对哦 所以呢 这个时候DIR 里面会穿什么的 空的 意思说哦 找不到档案了 那找不到档案的话呢 他跳到这个 Do file里面的话呢 那 这个状态怎么样 空字串 是不是不等于空字串 那不是啊 Force Force的话就离开了 OK 跳离 就end sub了 OK 我应该可以大概懂吧 这位置哦 这个Do file回圈还蛮重要的 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回圈都是固定范围哦 当你不是固定范围的时候 你可能就用类似的回圈把它完整 所以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哦 我们会用到 两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呢 DIR OK 所以DIR这一行去就是 帮我找所有的那个 试算表的档案 OK 然后呢先抓第一个回来 这个地方是抓下一个第四 好 那另外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把刚刚这个程式结合上面的话呢 其实应该怎么 在这个第二这个地方怎么办 我直接扣他就好 不过问题来了 如果当他里面已经是空的 那我再扣 里面三 我看 这样其实不用判断 扣 直接扣他就可以了 扣然后呢 后面就把这个删除档案 直接就放在这里 不过第一次RUN的话 不会给RUN 第一次RUN的话 应该也OK吧 因为他如果里面没档案的话 扣除档案 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应该直接跳里 他就不会跑 然后再来就直接 产生了 好像也OK 就不用多过去判断 有没有 如果下一次的话呢 还是一样 一有档案嘛 他就怎么样 他就先去扣 有没有 然后分别扣 扣完之后的话 再去产生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像刚刚的话 没跑一次 那你就什么 就必须要自己手动扣 现在就完全不用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在底下呢 写一个删除档案 两个方法 一个是FOR维圈 一个是DUFA维圈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